我喜欢用手机去记录一下生活的美好 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意义非凡的一个瞬间 往往也充满着恋人惊喜的故事 妈妈 这次找到阿花 我能带回家养 好了 我们先把阿花找回来 早 早 还是并没事 算了 我这一手没睡 小黄 我跟你说啊 就是一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总听到咱们这楼上有奇怪的脚步声 就是那种 我最喜欢听恐怖故事了 是不是 哒哒哒 哒哒哒 爸 别吓我 快来人呢 快来人呢 有人摔下来了 就从上面下来的好弱啊 喂 喂 宝贝 见过他吗 没有啊 就从上面掉下来的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家住哪儿啊 怎么回事儿 他除了头部有装机伤 身上还有预伤和抓伤 张大爷 你以前见过他吗 没见过这个人 要不 咱们还是报警吧 你看 你这手机拍照好清楚啊 自己看 你们看 你们看 他身上有猫毛 哎 这不就是小花的毛吗 跟那毛一样 难道 是偷猫贼 我去问问他 先等下 阿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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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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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 他今天一天都在找你 他一个人住在六号公寓楼上 他很少出门 也不喜欢说话 他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但有时候 他也可以话很多 不怕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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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和那些闪光点一起 阿花 快了 阿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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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 你找到了 哎 阿花告诉我 你对附近的流浪动物 都很友好 你看 包藏得好好啊 你好 你好 不了解 往往会让人产生恐惧 而当大家放下防备 彼此靠近时 总会感受到温度 还有一个好朋友 改天介绍给你啊 他叫赵闪闪 阿花一样大 都是属虎的 好 生活的猜不透 来自抛不开的成见 看懂一个人 不用看懂宇宙 只需要看清 生活最寻常的细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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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好 好 好